以下是一則嚴正聲明 因為近期有太多網絡片案 我有必要要提醒大家 免費的東西往往都是最貴的 沒錯,與其被騙到WhatsApp、WeChat、Telegram群組 不如用數百元參加我和大哥溫鋼城獨門翻新攻略研討會 我會和二哥分享獨門投資技巧 然後分享股份如何驗選 再加上我們會提供10個優質股份給大家 在未來第四季和下年 給大家作為一個指路明燈 然後大家當然要做什麼?報名吧! 10月7日下午2時 我和溫氏兄弟約定大家 大家要趁早報名才能享受早料優惠價 快點檢查畫面上的QR Code吧! 10月見! 大家好,早安!歡迎收看新頻道中環財經年線 我是主持雪絲,今天的嘉賓請來多謝 你好… 大家好,雪絲 你好… 大家好… 先報一下市況吧! 美股上星期五就四無日 加上美國九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初值差過預期 連同今星期還有汽車工會罷工 然後利淡了上星期市場氣氛 上星期收市時,美股三大指數都要向下 今天恒指也要低開113點 現在的跌幅已經擴大 曾經超過二百多點 跌最新跌188點 到17994點 繼續在188點的關口增持 今星期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消息 就是超級儀式州 市場預期聯儲局那邊 會維持利率不變 不過長遠來說,還要多加辭息 看看今天有甚麼焦點 汽車工人罷工進入第三天 美國工會說談判進展傍慢 眾浴未來等三隻新股 今天招股 很久沒見那麼多IPO 另外,綠債保底息 4.75厘 今天開售似乎挺搶手 西政國際備指未能維持 足夠的營運水平 或者會暫停買賣 匯控在香港和倫敦 再度回購374萬股 吉里華適當的時機 或者會將吉里汽車引入香港 另外,樂法集團預計 全年的虧損擴大至不少過5億 另外,內房方面 既然既然既然有警戒債展期方案 未能獲得通過 好,看完今天的新聞重點 我們當然要跟進市況 又跟刀仔聊天 現在剛剛穿了18000點 但這陣子恆子也保持著 上星期 無論成交、氣氛 都是非常淡靜薄弱的 大家都看市場 看得悶悶的 今個星期回來 會不會有生氣 或波動 因為始終你今個星期意識 外圍方面可能有些動盪 加上星期四 又有個酒會在 本地 我們又夜繃紛了 是不是 你繃不繃紛 一陣子晚上有沒有出去喝酒 會不會今個星期 我們恆子外氣氛也會活躍一點 我也不知道 地區和時間在哪裡 其實現在人們已經開了 開了 但不知道 我也很想去視察一下 其實 看賊民情 看賊民情 就這麼說 我想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繃紛倒 這個 恆子上來講 其實看到 連首18000點 首了5天 上星期 整個大勢港 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8月份的跌落 其實已經是 將未來兩三個月的大勢 是跟大家說了 我們由去年年底 上來 然後在今年年頭 農曆新年之後 回落之後 還行到8月頭 這段的走勢 我經常的理論就是 如果它是還行得的 不管它看下去 是低位還是高位 它還行得的 一定是在做兩件事 要不就是收貨 收緊貨 可能是資金收貨 要不就是在排貨 所以這段的還行 在技術形態 或者在股市資金的走勢上來說 還要求多少 可以在想 再去年代 相對的 所以你們在做一段時間 還要求 這段時間 已經有產生的 可以有6月份的 因為其實它的 但這個位置 以後 整個位置 已經很快 曲 hard 沒有 這段時間 不至於是 你可以用上去 這段時間 那段時間 下半年就不悶了 下半年就不悶了 下半年就下跌了6000點 那又不好 那又還行好些 之前還有一個還行 譬如說 最經典的2021年3月 還行到6月 你會看到這些還行 這些還行位 這段小還行也是 北波復嶽越少 11月至13月 或者再之前的 整段一個大型還行 2020年的4月份 去到11月 那你會看到這些還行周期 之後呢 這段還行是他 資金是在做派貨 一是在做收貨 其實只有這兩樣東西 之後一定是很大機會走個方向 剛剛說了三段還行 一段還行就是向上 兩段還行就是向下 所以看回這段還行 其實在圖表形態上 其實很大機會 跟大家說了 這次還行之後 這次的還行是在做收貨 還是在做派貨 就像是派貨多些 那是不是算3月還行到現在 是嗎 3月還行到現在 其實在8月中的還行周期 那個還行位已經跌穿了 已經跌穿了 就是你會看到現在 8月11日開始到現在 我們是一浪 一直都會收起二十天線 五十天線 樓下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的派貨完之後 那個走勢很明顯是想向下 是 但是它好像收到18000 我覺得這種 就是 它起碼 首先 它兩萬點 我們跌穿了 19000點 18000點 它不是收18000 那就收17000 不是收17000 就收16000 這些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 它現在是18000點 那裡叫做 掙扎著 或者叫做 點一下點一下 那它總是會落到 某些點一下點一下 又不見它在19000點 又不見它在20,000點 為什麼不在21,000呢 為什麼不收到21,000 樓上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說不通的 就是你說收到18000 是可能在低位 有些整個 我覺得是說不通的 那前面那些 由3月走到8月 是在做什麼呢 就是那些資金是 不是收貨 就是我覺得 不是收貨 就是派貨 OK 那如果它是跌下來的話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之前是派貨 也都見到 這段的橫行 其實見到 很多股份 都是向下多少少的 是不是 那你其中一個例子 那還有配合一些 叫做 我們常常很喜歡看 散戶數據去看 騰訊 其中一隻 那你說 恆子是派貨 不是啊 那有些股份都升 那我講到重磅那一隻 騰訊 OK 由3月份走到現在 你會見到 走勢都是一浪比一浪低 那你也會見到 那個散戶參與度上面 是升了上去的 OK 由這個3月去到現在 我們總體 騰訊 那散戶參與度 是升了上去的 OK 那其實已經很明顯 就是在說一樣東西 如果散戶是在這個環行的時間 叫做買多了貨的話 那就很明顯 誰派給他呢 就是大戶派給散戶 所以散戶才能夠 可以在這些環行的區間 就買多了貨 是不是 如果大戶這些位置是收貨的話 散戶其實應該是會 或多或少 叫做 首先他買不到貨 第二樣東西 有貨那些可能都會 給大戶收了他的貨 OK 所以你只看騰訊 你就會見到 剛剛說的那種叫派貨 要麼你就收貨 要麼你就派貨 要麼你就派貨 騰訊很明顯就是在派貨 也都是我 我經常都會 比較擔心的一隻股份 就是它還行了那麼久 那大股東Nexper有沽感 他沒有說過不減持 一隻都在減持 最近也跌穿了250天線 OK 那這就是其中一隻 那你會見到 就是或多或少 很多不同的股份 那另一隻又是經典 就是1211 那大股東就是巴菲特 都是在減持著的 那它的 它的橫行的 這個散戶買貨的現象 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你會見到 它在一些重要的位置 譬如說上次 挑戰280元是失敗的 為什麼失敗呢 因為巴菲特它宣佈減持的位置 第一次開始去進行減持 就是280多元的位置 那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就是有一些很大型的資金 其實會保持著一些高位 去減持一些港股 還要是重磅的港股 所以你回頭看回恆子 所以你會見到 就是為什麼 這段的橫行 之後 我在可能8月份 左右說 我覺得會跌到10月 10月我覺得會大跌的 就是這個看法 為什麼會這樣說出來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就是10月份要跌的 整個大片就是這樣 而9月份是做些什麼呢 8月份跌了 8月份的時候 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淡倉 已經順利吃了一戶 9月份的淡倉 其實多或少做過淡倉 但是呢 我經常說 9月份其實方向是不明顯的 做些什麼都沒有什麼直播率 千萬不要做追升或者做追跌 就是不要做方向 是不要做方向 那是不是要做一些 pair trade pair trade 都可以 pair trade 都可以 其實今天我自己比較想去研究 pair trade 是買網易沽京東的 OK 9999 我一向都是比較看好 9999 網易 首選好倉 可能就會沽京東 或者沽其他都OK 沽騰訊都OK 可能一隻一隻 兩隻手油股可能更好 買網易沽騰訊可能更好 因為兩隻都是手油股 還有騰訊是和市場的correlation 比較大 是啊 因為網易會佔比小一點 所以整個大鏡頭 你選網易還是選快手 都是網易 網易還是快手 網易還是快手 網易 我覺得快手是不行的 我自己一向都一般的快手 如果是網易的話 不會都擔心近來市場的表現都會拖累著 畢竟龍頭那些都好像一般的 還有快手 如果看圖的話 都是保持著橫行 是的 你會看到網易會不會被市場拖累 它已經拖累了 你會看到在七月底的時候 其實它都突破了一些歷史的高位 然後去到現在 那時候大概是170元 160元 其實它已經被大市拖累了 如果沒有被大市拖累 我覺得它已經是會更加高 那個價位上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它被拖累 但是它始終是派人大小 它派人一眾的科網股 首先派人騰上先 派人京東先 派人了很多不少的股份 快手應該都不夠它來的 它在科技股之中 網易應該是最強的一隻 沒有什麼比得上它 亦都是我自己 那為什麼會選網易呢 說了整個大局 大局的走勢 之後是不是跌 繼續觀察 短線上來說 很短很短的 今天上面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 即今早出了一些東西寫了 可能是 如果它開出來是跌的話 我覺得是可能可以買上去的 可能可以 不過剛剛已經反彈了 如果它升多了的時候 如果它升穿1萬8千2 我覺得就要 可能可以沽下去 因為在9月份 剛剛還沒說完 整個格局是怎麼看的 那你究竟10月份跌不跌的 我覺得去這些位置來說 一向都是那個論調的 有港股就走了 我覺得不需要買 我覺得不需要 從手來手去這樣 因為已經在1萬9千2 已經跌到1萬8千點了 這些位置應該是要減廣估 當然很個別 如果你是開網易的 或者是阿里巴巴的 我覺得可以還可以手一手 但是你開其他 我覺得沒有什麼得手 很多不同的股份 特別是內訪 內訪更加不用說 其實你炒完也好 或者有些什麼 我從來都覺得就走了 因為內訪的股東 在整個遊戲上 是最吃虧的 是股東埋單 剛才多謝就提到 因為始終你港股已經跌穿了 7月做的那個雙底 大概就是1萬8千2這個水平 最新都其實在報1萬8千點 在這個關口上增持 但是預計來近10月就會跌得再深一點 到底多深呢 因為我們上一個位其實都跌穿了 下一個位是不是已經要去到 真是這麼悲觀 1萬6點 其實之前很多觀眾都問 是否跌到1萬6點 還是我們轉個方向想 不要估計它跌得多深 總之有貨就走去算 如果你看橫行區間有圖有得計的 就是你見橫行 我們橫行區間是2萬0500 1萬8千2去到2萬0500去橫行 正正常常如果我們跌穿了區間的話 我們應該就是走回區間相減的點數 譬如2萬0500 減1萬8千2 那就是2千3百點左右 那我們就應該向下走2千3百點 剛剛好就是1萬5千9左右 OK 1萬5千9 那我覺得就 你說有沒有位置看 就應該看1萬5千9 哦 那1萬6差不多 那我覺得算 即是不算太悲觀 就是我之前 可能看得更悲觀少少 去到1萬4 甚至乎穿1萬4千9 我覺得都 我不會覺得出奇 咦 那麼悲觀而言 是否可以找東西來搏呢 就是譬如剛才提到內房那麼差 或者其他相應的板塊 如果我會覺得 那是否應該找一些 升得特別多的來搏呢 其實看方向 看方向不是很難的一件事 看方向 反而看什麼最重要 是Time the market 看時間 看時間 時間是最難的 如果你說做淡倉 那做淡倉最怕是什麼呢 最怕是夾上去 或者被震倉 那你也可以說 反正它跌了 有捱價是不要緊 但是 這個就是莫少了風險管理 雖然說方向是向下 但是有風險的 就是它可以向上走 或者真的方向看錯了 看錯了怎麼辦 即是捉不到時間 是的 捉時間是最重要的 跌方向是很明顯的 方向是向下的 這個我覺得幾個層次 我覺得第一個層次 要先看到方向 如果方向都未看到的話 那還可能是包咬頸 覺得現在還是要先拿著的 那我覺得還是停衡在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 就是Time the market 就說什麼時候 OK 那當然啦 就算你說方向 說什麼時候都好 都不能夠忽視風險 就是會看錯的 OK 如果連看錯都不知道 即是覺得會100%發生的 可能連Level1都不到 還是停在Level0 就是覺得那些東西是100% 機率會發生的話 還是停在Level0 那是難搞的 我覺得就 Anyway 那我去到可能是Level2 要說到Time the market 那我覺得是10月 所以如果給我去選擇 其實9月底應該都開始來了 那看一下這個禮拜是升並跌 如果我們這個禮拜 還可以說是拖一拖 那可能9月底已經來了 但如果不是的 如果這個禮拜 我們已經穿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17800 如果這個禮拜是跌穿17800 那我反而會覺得就是可能 跌穿了可能會反彈 等到10月才跌 那當然也有很少的機會 它會提早 可能9月中就開始跌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看到它上星期不斷力手一萬八卦 我覺得就 還有9月份始終都是一個 為什麼會覺得9月份 是未必會跌下去呢 就是9月份就是來防復了牌 恆彈復了牌 還有一眾來防你見到反彈 其實你會見到9月份是一個什麼周期 托市的周期 因為你好像8月份這樣再跌下去 就是搞不定 就是你的資金鏈斷裂是最嚴重的 那經常講的論調就是 那些內房來說 其實遲早都是棄桌來的 但是什麼時候才會變棄桌呢 就是它起碼交到樓先 賣清了它的樓 交了它的樓 然後它們之後要怎樣 會破產怎樣 不管了 但是在未影響民生的情況之下 之前 還可以玩多久 是的 你不要破產 你真的要破產 你等交好樓 不要影響到民生 的話 就還有一計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內房的 誰是最 為什麼剛剛說 整個遊戲之中 誰最慘 就是股東最慘 投資者是股東最慘 因為它們是最 最可以被犧牲的一群 最大的氣質 對 最可以被犧牲的一群 所以我就不會這些位置去 罵內房 博一些什麼 從後都不會 反而都是等機會 如果有機會 可能會沽它們 好啊 剛剛 剛才 多謝分析了很多 港股市況 包括 10月的走勢 恒指落到 15900點 這個位置 是有機會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辦法 但是 看方向 其實就真的 難些去捉摸時間 所以如果做PairTrade的話 做網易跟京東 或者是買網易 然後沽騰訊 都是不錯的選擇 好了 說到這裡 我見有些觀眾都有興趣去看看 美股外圍方面的分析 又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今個禮拜就是一個超級儀式的禮拜 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央行 都會做一些儀式決定 大家都等了很久 雖然很多都可能心中有數 已經預期了 但是 會不會預期 來今個禮拜 美股方面外圍的市況 都會有些波動 或者市況上 有沒有什麼數據 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股的方向不是那麼明顯 上星期五 它又跌了一棍下來 在這個形勢 都很麻煩 突然間它的波幅擴大了 不是跌很多 但是我不喜歡的位置 就是它不同 之前那些波幅很小 每一天都很悶 突然之間這麼刺激 一棍跌了下來 我覺得 美股方面 就沒有港股那麼差 可能美股是 永遠都是 如果我就 經常都聽 東升西降 但是經常都講 我一次也看不到 就是叫做 東升齊降 都見過 東降西升都見過 東升西降 真的從來都沒見過 暫時來說 美股在長線來說 中長線 我也看過一線 就算港有什麼經濟衰退 港有什麼加息 息口很高 我覺得 就算在這些情況之下 它始終都是跑贏的 它跑贏大部分股市的 中長線上面來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 繼續去做一些優質的公司 至於短線上面來說 我覺得這個方向 真的不是太明顯 就算你說 可能是 有個意識的超級州 但是 你見機率期貨 機率期貨 其實都 已經大致上面 都覺得 今次不會加的了 已經說了這件事 之前出了一些通脹數據 有些好像PPI 超過預期的 市場都反映了 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是有一點 美股 美股它遇到一些 叫做 要調整 想有些風險的時間 美股會做些什麼動作 美股就橫行檔調整 它很多時候 港股的調整就是跌 可能是不斷跌下去 但是美股的調整 它是橫行檔調整的 所以你見到它現在正在做這個動作 就是它可能橫行一下 過一段時間 然後消息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它又會再升上去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美股上 叫它先橫行一下 我覺得方向真的沒有很明顯 沒有什麼方向 但是個別股份 都炒得很瘋的 有觀眾想問ARM 看看它沒有貨在手 Paul就問 可不可以少著入一些 ARM勢力要跌4% 但是這隻半身股 首日上市首日都很厲害 大升兩成多 市值曾經是見過680億美元 那麼這些半身股 炒一下玩一下可以嗎 我就不會罵了 第一天它升上去 我覺得都可以的 跌回到60元那些位置 就算這個位置來說 現在的估值比NVIDIA更高 是啊 估值以收入 以Fundamental來說 估值更高 那就是英偉達 那知道什麼了 其實 炒完一碎 應該就會回到去 那上星期五已經立即有個調整 那你說 所以我自己看上去上面來說 美股是還行著 有個調整 最美的那隻NVIDIA 都跌穿了442元 一浪比一浪低 那美股的狀態 其實我自己也是 是減少了很多貨 其實美股都減少了 因為這些時間 不是很值得炸 首先有幾隻 首先NVIDIA NVIDIA 你會看到 它的主席 它的管理層 黃仁芬 其實它已經450幾元 459 460元 已經減少了 其實這些信號 是很明顯的 就是 喂 管理層都減少了 除非你身手很好 是吧 比黃仁芬 又不能夠是否比它 因為黃仁芬不是炒股的 但是只能夠說 這個位置 尤其是它不是便宜 管理層都能夠減少 很簡單 如果它是很便宜的 還有很多水位在上面 可能值800元 值1000元 好像有些坊間的分析這樣說 如果它是值這些位 管理層會看不到嗎 黃仁芬會看不到嗎 它是實質的 那它會不會捨得在這些位置 要減少呢 就算它很明顯 它也不等錢花的 這些賣人 全部都 它不可能等錢花的 對不對 那它不可能等錢花的 情況之下 它也要作出一些減少 而作出這些減少 經常都說 這個一定是 非常之慎重 和重大的考慮 就是我現在在這裏 說話 我講什麼都可以 對不對 我講的東西當然就是 當然是 有很多種說法 不是說我講話不可信 但是最誠實的 最誠實的 就是看它們的行動 它們買貨沽貨 是非常非常誠實的 不會騙人的 是不會騙人的 它說什麼都沒有用 如果它是減少 就是說它覺得貴 它覺得是一個好的時機 而它作出這個減少 它已經用它的行動 代替了一個說話 已經跟大家講了 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的價值是高了 它的行動很清晰 所以連最漂亮的英偉達 它也有這個行動的時候 其他不用想 對 我覺得就不用想 我經常做的那套 配合交易都是買NVIDIA 然後沽AMD 沽TSM 是 記得 之前分享過 NVIDIA跌3% AMD是跌4% 它永遠跌起上來 都跌得多於NVIDIA 升起上來 永遠都跑輸 NVIDIA 但是現在是連這些 配合交易都不做的 都可以做的 如果買NVIDIA 肯定是AMD 我覺得都可以做一下 還可以 因為永遠都跌得深一點 而且是一個neutral 即是中性策略 是啊 那這些中性策略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特別是NVIDIA 和AMD 是比較直接的 Henry問你 Tesla 是不是也沒有 沒有 沒有 Tesla 也走了 特別是這個位 這個位 我就 我覺得它會衝一穿 正正上 270多元 第二隻 就是Tesla 為什麼 最近 美股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覺得很難 NVIDIA 第一隻 管理層已經說了 是一個貴的位置 Tesla 第二隻 第二隻 就是它出完份業績之後 其實走勢是拖了來的 而都是 給大家說了 280多元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位置 OK 我就看280多元 這個位置 能不能夠真的衝穿 衝穿了 我才做事 OK 衝不穿的話 因為2805元 280元 280元 至300元 是Elon Musk 其中一次減遲的位置 這次的阻力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上一次 又衝不穿 跌下來 跟比亞迪很相似 1211 又是巴菲特 280多元 那些位置減遲 然後上一次挑戰 又是挑戰失敗 Tesla 又是這樣 又想挑戰 然後又失敗了 兩隻都是很相似的 然後比亞迪又升上升 Tesla又升上升 又想挑戰 我覺得大機會 都是不成功的 暫時未升穿助力 我就不會幻想它升穿助力 所以這個阻力位置之前 NVIDIA 管理層減遲 Tesla 撞不穿 Tesla 撞不穿 Elon Musk 減遲位 所以我覺得 這兩隻都很明顯透視了 科技股 美股科技股 是有少少 遇到一些阻力 OK 所以 我沒有貨 Tesla 順便問Metta 300元有貨 Henry說 請指引 美股 我們又說香港股 看到大家都有些問題 如果未留問題 歡迎留多些問題 稍後解答 Metta更加明顯 它又是撞阻力位 阻力位300元 320元 亦都是上次 這個 那個大計 那個什麼大計 那個元宇宙大計 是的 失敗的時候 非常差業績 又是撞這個位 又是撞不穿 又是挑戰失敗 然後現在又是去到一些阻力 310元 然後又回回 其實幾隻都是 因為 今年的上半年 那些科技股 真的升得很盡 Metta 由100元 升到300元 升了兩倍上來 還想怎樣 大家還想幻想 這什麼picture Metta 差不多是 這個前景上 是最沒有story 你說的 Facebook 大家都看到 Metta Facebook 它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 叫做 在執行之前的懶貪子 最沒有增長的story 故事 就是Metta 它都升了兩倍上來 最有story的那些 NVIDIA TESLA 他們都預料了 Metta 我覺得更加難一點 在這些位置上來說 相對上面來說 如果是NVIDIA 或者TESLA 我覺得這些位置 還可以保持一些貨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Metta 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值得維持貨 我不值得維持貨 我覺得不值得維持貨 Metta 好啊 我們在談的時候 恆指的跌幅 就收窄至到100點 報18,081點 我看到觀眾 陸陸續續都很多不同 關於個股的問題 特別我們先講一下 新經濟股 剛剛提到 對騰訊的走勢 都不看好的 但是 阿里巴巴 剛才都仔都輕輕提過 是一個比較 在市況之下 還可以搜尋 看看的股份 但是這位觀眾 他都高價 好像有92元有貨 詩詩漿 應不應該走了去呢 九十幾元有貨 之前我們都經常說 九字圖 好像都是一個走貨的好時機 但是當時高位沒有走到 現在到達到85.7元 今天是偏遠的 應不應該走到爸爸去呢 爸爸 爸爸呢 其實我之前都做了一些配搭 買阿里巴巴的古騰訊 其實我也只虧了 曾經賺過一轉 然後 阿里巴巴突然出了消息 就是張勇辭職了 是 然後 那兩個人我自己就盡量 走得就走 我自己就 因為突然間有些 壞消息出現了 非常之意外 那就是阿里巴巴 其實他現在在低位上面 叫做掙扎一下 我覺得 如果真的有 叫做 holding power 你說拿著先的 其實 阿里巴巴相對上面 在整個港股上面 我覺得 唯一 那個一兩隻還可以拿到下 那如果是其他 我就未必了 那所以 看回你自己那個承受能力 我覺得就 這些位置 如果他 之後有些反彈 回一些高位 92元上的 我覺得都可能可以走一走 那暫時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就 如果你說想減少少的 或者你有其他更加差的股份 你先沽個其他部分 那留 讓自己多一點的承受能力 去捱 捱 那隻爸爸 可能 所以爸爸都是有希望的 有些希望 那 那 這個也是 考驗風險管理的時候 的能力 就是 你問阿里巴巴 我不知道你手上 是不是只有阿里巴巴 但如果不是 其實手上 還有些更加差的股份 我想你先沽了那些股份 那 看看可不可以捱到這隻巴巴上來 好啊 好啊 那見到各位觀眾都留了很多問題 記得就繼續留多些問題 還有記得派Like給我們 OK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繼續問一下 一些車股的 今天呢 吉利是有移動的 吉利竟然可以升到 我記得剛才看的 升到3%左右 至於1211 比亞迪也升到2% 大家都喜歡的 2015里上汽車今天偏遠的 好了 車股這個板塊 也有些什麼看法呢 吉利今天就 剛才也報了一個新聞 說阿里可能 進駐了香港 其實我們現在市面看 都多了很多比亞迪的車 那 車股方面 其實都真的升了一段時間 而且 都不便宜的 尤其是2015 貴到無論 或者小鵬未來那些 沒有盈利的一些股份 其實都升了上來一段日子 在配合著這個市況下 其實車股是否一個 已經過氣炒完的板塊 車股是否過氣炒完 如果你說 好像2020年的轉角 我覺得就未必有了 那現在我想炒上落 炒區間 那你也會見到 其實在 你早起去年的年中年尾 其實都分析過了 那其實 你巴菲特減持者比亞迪 已經是很誠實的行動 又好像剛剛那樣說 那 喂 我拿了十年 才有這麼多 都未減過 那現在走來減 其實就是說 現在是 古蹟跡 套現的時機 就是 現在已經是貴了 是值得減次的時候 那所以 連比亞迪 你可以想像一下 整個電動車得 最top的 就是 特斯拉 比亞迪 跟著現在 還有可能 理想 還有其他一大堆的 叫做 傳統車廠轉型 你會看到 最大的 比亞迪 都被 巴菲特減持 你不要忘了 其實特斯拉 都被 Elon Musk 減持得很厲害 那你說 是不是炒完呢 其實都絕對是 就是 只是看這兩個 大佬的行動 上面來說 炒完是一定的 但是你說炒完 是不是代表 是無限的跌下去呢 又不是的 你會看到 比亞迪 跌穿了 180元 那它又反彈回 回到260多 去到280元 又挑戰不了 所以炒作水位的上限 比亞迪 來說就是280元 那它去到什麼位 會便宜呢 可以留意一下 200元以下 200元以下 可能才會值得考慮一下 其實整個電動車 可能就是 整個版本的未來 都可能是這樣 就是你說還要創新高的 那我覺得就難一點點了 但是你說 大跌下去 跌到0元的 那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電動車整個產業 已經是趕了 就是 未來的10年 還有這麼多發展的空間 只不過可能在 我想至少 在加息週期 完之前 那現在就不知道 完完 就是說 我們減息之前 我覺得整個電動車 就應該破不了頂 整個電動車的版塊 那你說 下一個經濟週期 就可能會好一點點了 嗯 好啊好啊 剛剛都回答了問題了 那之後 我們又回答觀眾的問題 看看 Karen 想問這30000的 兩元有貨 是不是應該 Cut loss 不要等呢 還有沒有前景呢 那30000 其實協恩科技 兩元的時候 如果有看我的Facebook 我就會不斷分享 做淡瘡受損來的 那兩個 三元到E 即是三元到E間 我一直30000 我都是說可以做淡的做淡 可以走的走 那 就算去到現在這個位 我都覺得 希望都不大 OK 要上 特別是回家鄉 回家鄉 我覺得希望都是不大 那 如果你說真的想走的 我想 如果去到一些阻力 過半左右 過半 過半 這些邊位的話 我一走了是合理的 那 前景上就沒有什麼了 其實過四這個位 如果有留意我的分析 其實當時跌穿兩元 我的判斷就是去到過四 最少 曾經跌過過三 那這些位置跌完未呢 其實應該沒有跌完的 應該可以再落多一點 落到它真的很便宜 很賤的話 那才差不多跌完 那所以就趁反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去到五十天線 過半那些位 就看看可不可以快一點 好啊 那我們今天說了那麼久 好像對那個前景都有點灰 有些不明朗 亦都交頭淡靜 這個市況還有沒有什麼股份 是值得我們留意一下 最近油價就非常之強勁 那些油股呢 觀眾都有點感興趣 其實有的 如果說到近虎 其實你說是否完全沒有股份 我買了一隻部分 如果大家有聽說我都知道 我買了一隻一百九六 那已經都升了上去 你只是在買這隻嗎 只是這隻 是的 我看到你有一個 是的 但是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 是的 升了上去 即是錯過了那個時間點 但是你說這些機會是否沒有呢 不是沒有的 雖然我覺得 嘩 什麼都不用買 什麼都猜 不是 剛巧你問了 都真的一般 其實有些好東西 即網易又不是覺得好東西 我從來都覺得網易好東西 即網易和貓玩娛樂都是好東西 是的 要買你就買網易 OK 那貓玩娛樂我也覺得OK 但是短線 貓玩娛樂比較短線 因為我是想著是叫做 吃些什麼呢 就是吃下一季度的公司業績 就是應該是會不錯的 可能第三或者年尾 年中季度的公司業績應該會不錯的 為什麼不錯呢 暑假週期 暑假當時 首先說這隻股份 出了營起的 上半年的業績很好 OK 那就是說那個 那個契機院的收入很好 然後說八月份 七八月份暑假 還未入帳 因為還在上半年 國慶還未入帳 還有年尾一些 比較多消費的環節 還未入帳 OK 所以 內地那個票房的增長 應該還未見頂 應該還可以炒多半年 或者三個月 三個月至半年 即這些區間 OK 那網易不用說 業績一向都好 走勢一直都好 那想說些什麼呢 我覺得內地的經濟 其實這個方向是很明顯的 那就是如果你說差 一定是內房 重資產 工業 然後個別的科技 然後這一群我覺得 舊經濟 我覺得都很麻煩 但是有些什麼是好呢 手遊我覺得依然是好的 整個內地的經濟結構就是躺平 躺平和低消費 OK 所以躺平加低消費 想起什麼 就躺在這裡打機 最便宜 最省成本 最消費時間 OK 所以手遊是最好的 就算你說躺平也好 可能說整個 很多人都會打機也好 其實你不要說 可能有錢人都會打機 大家課金程度不同 即比較沒有錢那些 就可能是一百幾十 有錢那些是一萬幾千這樣洗下去 就是手遊也好 所以我覺得手遊是一個很好的版塊 另外一個版塊就是影業 因為你沒有工作 你沒有工作就看電影 看電影又不是很貴 特別是以前的內地的戲院 票價很貴 慢慢現在都降下來 變相也看到幾隻都是這樣的 貓娃原來是其中一隻 升上來業績很好 另外一隻就是 China IMAX 那隻好到怎樣呢 好到私有化了 好到這個 沒有公司 就私有化了 好到 前排而已 是前排而已 好到就是 一看完份 半年 即他們上半年 一看到這麼好的真相 沒有搞那麼多東西 私有化 馬上吞了 吞了骨也不吝 好到這樣 IMAX當然最好 因為它是整個戲院的檔 始終消費最高的重 太高一點 我不知道內地多少錢 香港一張都二三百元 這麼貴嗎 差不多二百元 二百元 有些再好一點的戲院 可能三百元 所以你看到 影業是真的OK的 剛好 貓眼在香港又上市 我還在找其他的 其實如果觀眾知道有其他影業股的話 不要說是阿里 阿里我不會買 阿里影業我不會買 阿里影業 如果有其他A股上市 特別是A股沒有 A股上市那些 大家都不妨交流一下 我想找一些影業股來買 不如你又說一下 貓眼娛樂 現在應該等到什麼價位呢 剛才都說 我們錯過了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都升了一陣上來了 現代其實都在報11.7 我想等二十天算 二十天算 都有點遠 有少少距離 買不到就算了 買不到就算了 但網易是否現在都可以 網易 網易橫行了一段時間 現在這個位置差不多了 網易就一百五十幾元 一百五十五那些位置 最好就是一百四十幾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多的位置是最好的 最舒服的位置買 所以如果你覺得港股比較漂亮的股份 主要都是手油股和營業股 還有低消費 低消費還有什麼 還有低消費 還有地攤經濟 其中一個是我經常都看的 一百五百五 雅迪空股 因為它是做電動腳踏車的 電動腳踏車一聽就知道一定不貴 二來又環保 三來所有送外賣都要買 是嗎 低消費 所以美團 它的股值高 還有增長沒有這個前景 但是美團 做生意的時候 它依然都是賺錢的 但是你說的增長 真的難得增長 見到它上分業績已經趕了 它有飽和的狀態 用戶上不了它 但是它現在看起來有些不貴 簡單說 所以它會來買一百三個 所以這個營業 現在的受益 它會有這幾個 是 egal 再到香港 它去買收藏 到香港的 wi-fi 如果是買樓 現在的消費 美國是每個年來的 完全就是所有內地 他們不會做的 大方向不會生小孩 不會買樓 有前途 有希望一點 他們就會去做很多的 還有一個我看好就是內卷式教育 什麼內卷式教育 他們會想考公務員 會想考入一些大公司 這些要考考 可能以前沒有的 可能會有一些補習班 教你怎樣考入 考做公務員 教你怎樣考入大公司 好像以前南韓 現在都有的 韓國有一條考試村 我看YouTube 考試村 就考入公務員 那些幫這些 準校生補習的補習者 賺到很厲害 香港都有的 其實香港現在都有 但是當然不能放上桌面 但是內卷式教育是投資不到的 因為這件事不是政策 勇允許它做 怎麼可能有個補習社 教你考公務員 就是 香港都有些 有些 但是不會很浮面地做 所以就 幾樣 所以就 地攤消費 低消費 影業 收入 這三樣東西 完全就是你不結婚 不生孩子 但是你會拿這些 來做消磨時間 整個內地都 配合到宏觀的經濟環境 所以還有就是 拼多多 拼多多 拼多多便可以 所以阿里巴巴其實都可以 為什麼 阿里巴巴最近就是張勇 你再看 張勇 張勇 這個 人事調動 它無故這樣辭職 就是搞不定 是不是 它不是辭職 它辭職 它全部都走 是不是 所以 這件事都很嚴重 所以幾樣東西 其實很明顯 這個圖片很明顯 所以講幾隻股份 所以就阿里巴巴貓眼 就是影業相關 手遊的話 就看網易 這些我覺得是 你會看到跌起上來 它們是跌得最少的 升起上來 它們可能有跟蹤 好 幫觀眾問多幾隻個別的股份 Sky Blue 上問981 什麼時間可以進入 觀眾問的股份 全部都不在你那個 對 就是這些我覺得 相對上面來說 就是比較麻煩的 麻煩的 即是高科技的 我覺得就沒有了 即是高科技 你怎麼追 你三五年 十年 你三五年追到現在的技術 人家已經先走三五年的技術 我覺得無法追 即是連NVIDIA 都被管理層減刑 在中心 你還可以玩些什麼 花樣 沒有得玩 我們的觀眾都比較喜歡這一類 有另一個觀眾說 油價這麼高的話 綠色能源 李電股行不行呢 李電股 他其實都想看美股 不過港股那邊 李電股就有1772 不用看了 已經跌到 其實它的股價又很差 美股方面會不會好一點 當然是美股好一點 高科技當然是買美股 但是現在還沒有在那個時勢去買美股 是嗎 個別 即是你覺得蘋果這些我一定可以的 APL這些一定可以的 哇 最近這個iPhone15可以買的 可以買的 可以買的 那些人又在那裡說 我訂了一個 你也訂了嗎 是的 是的 但我送給家人的 每個人都是 每個人都這樣說 就是在那裡噴一隻iPhone15多 多沒有創新 多什麼 但是 結果很誠實 結果 身體也是行動最誠實 大家都搶著買 是的 所以我覺得看行動是最誠實的 你買什麼 你沽什麼 其實是最誠實的 嗯 好 麻煩你 好了 臨完之前 有個活動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們接下來 10月7日 新Channel 有和溫氏兄弟合作的 第一個投資研討會 告別加息大時代 溫氏兄弟獨門翻新功略 到時 除了會教大家 告別定期 嚴選十大潛力優質股之外 還會教大家幾招 去判斷這個政策方向 所以 豐富內容數不完 記得快點掃描 畫面上 QR Code報名 和了解詳情 還可以見到我們主持Season 但要見Season 也不用等那麼久 因為五分鐘之後回來 就有節目 都可以見到Season 還有圓碌碌 我看到觀眾有問圓碌碌在哪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析 現在市場下跌至110點 至18,072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